究竟有否憧憬在這裏呢 因為港股現在已經這麼弱 但其實現在施政報告 大家在猜測會否發展新界那些地方 可能都說有很多的供應出來 可能可以起到40至50個住宅單位 對那些本地地產股照理 就應該是不利的 即是你供應多了 那其實會不會有機會拉低港股 還是你覺得會有些什麼驚喜呢 其實驚喜應該就 我又不覺得特別有的了 我想是這樣 對一般的消費者或者市民來計 你去派堂那些最好的 但是我覺得明天應該就不會有的了 到時房地產那邊可能真的會多一些消息 因為無緣無故大方向 又是說要一些市民可以買樓 有一個住的好這個大方向來的 但是你說會不會真的說 因為我看到報章都說50萬個單位 那你說是不是會這麼多 推出來呢 又這樣說回來 我也覺得他們會衡量一下 就是說那個衝擊有多大 因為如果突然之間說沒有那麼多出來的話 我覺得市民會害怕的 但是我覺得會一步步有一些消息出來這樣 所以按道理地產板塊就未必會太過差 只不過是因為這一輪太多消息了 就是我覺得只要你有一點是牽涉到 跟這個房地產相關的消息的話呢 可能對它的股價可能已經有些震盪 所以變成大家又不用撐住了 我想先等一會 因為其實現在沒有港股 講一句吧 你說到這一位呢 現在買又不是 沽又不是 那你先等一會 反而等一下轉 我覺得等這一陣子 可能比較多一些變數 就是定下來之後 等到明朗化之後呢 其實你追到未遲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港股呢 真的跟外面相比的話 今年現在又是年初至今 真是大落後的 如果這次它要好一點的話 要追上來的話 應該有大把的水果給你追的 只不過就是這些負面的事情 究竟什麼時候大家消息 真的可以叫明朗化這樣 所以反而等一下轉現在 沒有了 這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開市 我跟我們說少說 躺下平尾就好了 躺下平尾就好了 因為美國也好 港股也好 還在等機會再再部署 都還未遲 好啊 暫時還是只有一個等字 但是稍微好一點 港股這邊就可能有些石油股 就是煤炭股 而美國方面就有些銀行股 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一些科技股 Big Tech那些 可以等NASDAQ還員 再留意一下到時有沒有低級